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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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场上双方穿着拳击鞋 个子比较高的是地主中国选手玄武 另外一位是前WBO世界王者慕春翔 原本只是一场拳击表演赛 万万没想到却演变成了2021年最扯的武术 鸿门宴 时间拉回2017年 中国上海上演一场WBO世界银亮级拳王争霸战 由王者周世民对决当时排名第六的慕春翔 倒了 突秒了 哎哟 哦 第十一回合2分28秒 周世民在家乡父劳面前遭到慕春联拳击城 首度防卫失利 冠军腰带也只能拱手让人 而站上世界顶点的慕春正值工作是个搬运工人 草根拳王的威名也就此远过 时间推进到2021年 中国的三大选手玄武向慕春发出了挑战 明明白白说打的是拳击比赛 站上赛场也穿着拳击鞋 披着以武会有的表演赛外皮 此时慕春翔还不知道正逐步掉入陷阱 玄武体重比慕春重了二十几公斤 量级体型原本就有巨大差异 占尽体型优势的玄武 却在比赛刚开始就不演了 那战有优势 那下一会儿我们看到两边选手 哎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摔倒动作 哎 我就问哪边的拳击规则可以这样摔人啊 重点是还摔得越来越顺手 我们看到玄武圈胸在对阵 慕春翔的时候 一直在控制距离 而一个直手直接打到 场边慕春团队直接冲上台要跟裁判理论 被场上裁判给无视逼退 裁判明目张胆开绿灯 玄武当然给你继续摔 非常漂亮 来我们为玄武先生加油的声音有没有 你以为第一回合已经够扯了吗 告诉你更扯的在下面 所以呢 这一刻我们的玄武先生也是非常的克制 其实大家了解玄武先生也知道他的腿法非常的好 今天他是完全完全放开了自己的腿法 诶 你他妈以为这是WWE吗 抱歉太气了 没收工就骂脏话 整颗头给你往雷台上插诶 这已经不是什么犯规 这家伙是想杀人 一个弄不好轻则癱瘓 重则连命都会丢了 慕春团队当然冲上台说不打了 夸张的是玄武这时还高举双手披上国旗 庆贺自己的胜利 因为我是做国际的拳头第一次打了 才第一回合 我没有腿 我不知道怎么去打 他是日本的世界拳王 还可以打拳 我们国际其实是喝腿 用拳用手不摔 得打得非常吃力 那个人今天要来了 我让他摆住下面叫中国功夫 所以我才能摔拳 啊 见识中国功夫 这是哪门子中国功夫啊 最扯的是连观众 现场主持人都认为 这是玄武的完全胜利 前WBO世界拳王 就这样被完全算计 而赛事片段流出后 连中国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想让中国体育萌修的比赛吧 从我昨天早上发布视频以后 很多体育专业媒体体育人 时事新闻媒体 也都和我有一样的态度评论了这件事 这场比赛让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企域 信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让很多苦于找不到素材 攻击我们的人拿到了武器 大东翔搏击俱乐部老板 勇舍荣耀创办人郭承东 这就跳出来痛皮 因为这样的行为等于是 把前人试图扭转 外界对中国格斗圈刻板印象的努力 毁于一旦 也宣布旗下赛事与拳馆全面封杀玄武 其他中国格斗圈的选手也纷纷站出来谴责 只是玄武似乎不以为意 如果是要吵话题 那他的确是成功了 一戏之间变成连自己人都唾弃的角色 这操作也是让人嘖嘖称奇啦 倒是受害者木春祥本人 事后则在推特上发文报平安 表示自己没有受伤 平安无事 并说每个地方都会有好人 也会有坏人 要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怨恨中国 大气回应受到网友尊敬 但立即风频道开台以来 阿飞从未以这么愤怒的心情做影片 只能说玄武有你了 可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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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弹 这样子